月亮姐姐喊你来游戏 小朋友做好准备 当我说完题目之后 你如果认为我说的是对的 就要跳的对的这一边 如果认为我说的是错的 就要选错的那一边 明白了吗 请听题 赛马 它是笛子独揍的吗 请选择 送分题 好 赛马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 二胡 来 全都答对了 请听题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梦想没有地平线 请问我唱对了吗 我唱的不对吗 三 二 一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选你选啥 那我哪唱错了 应该是 我相信清晨没有地平线 哎呀 回答正确 耶 接下来是一个乐理方面的一道题了 音程是指两个音之间的高低关系 对吗 请选择 音程是指两个音之间的高低关系吗 音程关系就指的是高低关系 是吧 对 所以我们的选择大家都是对 熊二 你是不是因为太沉了没挪过来 你咋想的 那你站我这儿来 来 请听题 我们是共产主义结伴人 请问我刚才唱的这首歌原为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 对吗 对吗 对的 对的 好 哎呀 你看那个熊大他就想陪着你 是不是 熊大来过来过来 就你选了个错 好快 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 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现在变成了少先队的队哥 对不对 对 没关系啊 通过这个游戏咱们就来普及一些知识 请听题 唐奈诗人王维 竹礼馆中的独作幽黄礼弹琴复长笑 提到了乐器 对吗 提到了哪种乐器呢 鼓琴弹琴复长笑 是吧 好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次大家都是 大成的评举 好 我们开始给大家发笑脸吧 来 好 好